有关这个赌牌,第一,它过去做的成绩, 第二,它有无承诺它们投资方式, 第三,它以后意图对澳门经济, 特别博彩的发展,有无重大影响, 所以原则上它三更来计, 它们第一,过去都是相当遵守澳门有关博彩的规定和法论, 第二,它们亦依照它们的承诺,作出它们的投资, 第三,它们亦对以后的发展仍然有兴趣, 所以你刚才说的形势应该会维持,到目前为止, 中美一切关系无重大影响, 而那三更详细分析的, 例如永利他们由于自己本身的武东, 即是这个盲佬,有些人叫他弊佬等等, 就是永利 Mr. Wing本人, 它们的股份已经占很少, 它可能的兴趣就不大, 不大但永利照旧会得到, 只不过将来的大股东可能有变数, 第二,MGM计划,由于它有另一个拍动就是何超瓶, 所以MGM目前来计划, 它始终在Las Vegas都有它们的固定, 即是发展博彩的计划, 在澳门亦依照它做, 第三,这个即是金沙, 它们亦都威尼斯人等等, 它们的发展都是海探查也好, 它都依照它一向的承诺, 所以目前三更都面对一定的压力, 因为在这个六月份, 只是澳门本土在减冬过去平均的营业下, 它就跌直有两至三个percent最高, 但这些是大卫的事, 第四点中美的关系目前看不到, 又直接影响到三个倒牌的续期发展, 重要的它们以后的计划都相当积极, 至于澳门政府既然六个倒牌已经都尊规导改, 它们政府的态度就乐意见, 例如目前有规定任何赌场赌厅都不准随缘, 第一,第二不准赅人工, 当然就是自动涂体, 确定你捱不备的, 你是可以经营, 至于会不会另外加一个半个倒牌呢, 目前又看不到有这样的环境的变幻变清, 即是维运多过太多的冒险, 都不会影响, 有些不要埋了它, 它不可能就被部份华智或有兴趣的人士, 因为北京六根都是属于上市公司的, 你可以去适当股票, 但是就不会影响整体结构了, 因为为何澳门始终到现在为止, 它每年有一千, 过去来算每年有一千亿, 在博彩税方面, 所以过去的它还有几千亿在, 换句话说可以动用一二千亿去, 大湾区去投资,就冰分两路, 但是你去到大湾区, 除了七个城市之外加上香港和澳门, 根本上是大卫的事, 亦是中国政策,不是澳门的政策, 澳门只是自己有份作出投资, 以及发展,即是多一个发展的路数, 当然澳门来计的十字国家, 另外它同意它发展股票方面, 但这个由于澳门所实施实行的, 就是第六法的法律, 所以不能在国际上帮普通法去对比, 不太轻易,众观目前澳门的形势虽然相当严峻, 但作为六间这些老牌, 特别三间未知的股东架构有所变清变云, 但对整体上牌照的持有影响不大, 当然澳门博彩都督和政府也会将液体他们的计划 是否符合澳门自己本身的需要, 一鸡死一鸡鸣, 虽然澳门和周围梦想都会在全澳门, 有一个著名的岛厅已经是面对有关的问难, 当然他们已经出来报应, 但如果澳门政府也好,各方面也好都期望能够, 即是正宿得越公正和越进步越好, 这个社会任何投资投机都是一鸡死一鸡鸣, 不要紧,只要有它固定的直系守则和法律兼信, 他们都会做得好,但无论如何目前的环境, 确实一般的岛厅不是那么轻易捱, 现在就斗危力和斗他们的意志, 即经营者要无这样持续性的危力和金钱资金, 很多因素,这是另外一回事, 澳门政府如果这些有关的东西你收不到任何税收, 或者要把握,政府没理由拿石头摔自己的脚, 会不会这些也都要立法和很多的法律程序, 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